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是我们做的 也包括在山东和其他地方 当然也包括在全球上 在印度 在非洲 甚至包括南美和其他的国家 我们都是跟华为在合作 你们在做给他们做提供IT平台 那么我们在给他们提供IT平台这一块 这块电力的一些具体的应用 所以在很多国家对合作 应该说呢 跟华为的合作呢 是双方对一个队友这方面的一个需求 但更重要一点 其实还是整个全球的 现在的技术发展 现在来形成的 如果对电网真正化一下代的话 那我因为第一代代的电网可以叫初始电网 是机械式的 到第二代呢 其实是电力电子介入了 像机电器啊 其他这些东西啊 它的主要还是一个装置上的一个自动化 到第三代应该是计算机 那么计算机呢 主要是一个通过计算机的一些东西 来替代了很多的过去的一些自动化控制 但是呢 到了今天真正应该是在IT下的智能电网 那么IT下的智能电网 其实对传统的 甚至包括计算机式的是一种颠覆 那么IT的平台 真正对电网的智能化 其实在全球 我们认为能源在发展当中 尤其是上分布式能源 真正的电力市场起来以后呢 那么更需要 它需要一个IT平台的自存 所以说呢 未来的真正的智能电网 它的智能这一部分 主导上是真正的IT 如何跟电网的结合 所以说呢 我想我们跟华为后面可以合作的 还有很多东西啊 那么真正其实我们前期做的 员引号数据中心 要很多的东西 其实呢它是更多是一些通用的 那么真正去来做电力这块 你要做好电力的云和电力的数据中心 其它又有它的专业性 那么真正的这一块 你从刚开始之后 能够去定义这数据这一分类 或者是说能够去定义一定的核心的流程 那么这一块呢 其实真正才是专属于电力的云和数据中心 那么这个都需要有个过程 这要做好的话 其实真正输电的云是什么 输电的数据中心是什么 配电的呢 一个边间站的IT平台也是什么 那么实际上这都需要后面需要真正能够去做IT平台的厂家 和懂电力的做远价的厂家 大家去结合才能把这个做好 而目前呢 其实在很多地方 包括在中国 实际上对这一块有些地方是把它走偏了 走偏了一个结果呢 其实它就好像把一堆的东西用线连起来 然后呢 它就说它是一个智能化 其实这是一个错的 真正基于IT平台是要打破原来的平台和应用 要坚定基于IT平台的 重新去来思考 电力的我们这一块业务的平台是什么 在这个基础上其实呢 再来重新规划它的一个应用 这个我想它是一个对电力的 在有些方面是要颠覆一些钱的那些东西的 是的 而且这个我刚才说了 到了如果说对电网化下代的话 下不均的是在可以叫做IT下来电网 这个呢是跟前面确实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区别 而且我认为在国内 现在国外一些地方 它已经是把它走向了一种偏差 当你把计算器的功能去发挥的过多了 采集的过多的数据 而对这些数据呢 过多了以后 其实呢 你再去对它去分析判断的过程当中 往往给你带来更多的错误 而自由基于IT平台这个基础上 才有可能 真正让后面的电网达到更好的清晰性 可靠性 也包括更好的清晰能源能够进来 所以说呢 不是要不要的话 我们认为它的发展方向是一个必然的 我们认为它的发展方向是一个必然的 这是例行的